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早安 欢迎准时收看《早安华尔街》 新的一天 不晓得念不过那种无力感 为什么这样说 因为昨天大盘跌了65点 讲真的这个前低都还没有破 但是恐慌的程度 已经比之前8014 可能还要再高一点点 为什么会这样 那昨天上市加上柜跌停有119家 涨停大概10出头加 跌停有119家 所以整个几乎中小型股 其实几乎都 我想应该你现在心情 就是很沉重 因为叫你不可能 你不可能去买台积电 除非你是这种资金很大长期投资人 大额资金的投资人 你不可能去买台积电 那你也不可能去买鸿海 那甚至之前送你赚的伪创 你可能你也没有买 为什么 因为全职股你不太会买 可是你买的都是一些中小型股 所以昨天上市加上柜跌停的有119家 就要咬119赫金啦 现在不要打119 因为119蛮忙的 那大盘这样子119它跌停 那很多包括盘中连线 很多那种主持人都在问说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我简单讲就是政府管太多 简单讲就是政府管太多 因为昨天有一个新闻是说标题是这样下 叫做这个证交所严打小型标谷 所以小型标谷管它开盘就直接跌停开 所以我觉得政府真的是管太多啦 我举一个最简单最简单的例子 创为跌停板 当然啦创为先前也涨多了啦 我必须这样讲先前也涨多了 从几乎从年头涨到现在 从20几块涨到67.5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人家业绩也搅出来啦 你有没有想过人家也是亏转赢啊 你有没有想过人家也是赚钱的啊 人家还是赚钱的公司啊 结果我们政府怎么搞 预收款券 观众预收款券跟打入全额交割有什么两样 就是打入全额交割啊 那我们全额交割的规则不就是公司如果有什么异常 公司有营运不下去的这种风险 才会打入全额交割嘛 比如说你股价低于 比如说你净值低于5块钱 才会打全额交割啊 创为就这样给他全额交割 所以这行情讲真的 我还是回到那一句话啦 有的时候你真的觉得国内的号称自由经济的经济市场 资本市场也好 外汇市场也好 你号称自由经济 我觉得都是骗人的 你看喔 现在韩国也放宽涨跌幅限制 等于限制都慢慢都还 都几乎不太限制了 你要不要去看看外资对于韩 没有啦 我没有要看这一个 照我 你要不要看看外资对于韩国的评价 就是比台湾好 我们不要瞧不起来韩国人什么都他的 现在外资对于台湾 对于韩国人的评价就是比台湾好嘛 为什么 因为你国内就限制太多嘛 一家赚钱的公司 你告诉我有什么 有什么理由要打入全额交割 股东会的动线 违反什么什么建筑法规 也打入全额交割 所以观众朋友 最近中小型股压力真的很大 那你看喔 像这个我真的要为有GR的人报区 你看 这样连续跌 跌到139.5 观众朋友 昨天 成交五张 怎么办 锁一万多张 锁一万多张 成交五张 GR也是全额 也是预收款券 然后分盘 然后时间日期一到 又分盘又要再延长 为什么 因为它这一路就一直在跌 所以本来流动性风险还好 反正到了它应该打开那时候 它就应该要打开了 结果我们政府就是怎么样 预收款券警示制度 分盘 本来我想象中GR的那个状况是这样 就是比如说跌到多少钱 然后所担量可能三四千张 一比一千张 两比一千张就打开 就直接上涨停了 大家都还有救 你懂我的意思吗 可是现在你要一比一千张 你要先圈存 你要先把钱存进去 这样要怎么搞 当然GR也扩散开来了 昨天大概柜台指数跌将近三% 所以操作难度真的很高 最近中小型股 你说那怎么办对不对 中小型股最近这样怎么办 没办法 我们就只能祈求老天爷 还我们一个聪明的政府 就是这样子而已 不然怎么办 所以最近行情中小型股压力很大 但是我记得我也提醒大家 中小型股压力大没关系 还是有赚钱的机会 比如说像伪创 这个我也公开跟你讲了 我说像这种全职股 就直接送你赚没关系 8月11号盖牌 8月12号就直接开给你了 当时大概2805 然后30块9 那这一路以来 其实我讲的每一天它都涨 包括8月12号 13号 14号 15号 到昨天18号 到昨天18号又创新高 观众你想一件事情 如果我们选股票 真的是这么喊蛮这么给了 我们公开送你赚的伪创 不是群创 我们公开送你赚的伪创 为什么会涨 成交4万多张 之前跟你讲大股东 持股从4月份 持股从4月份增加到哪里 58.4增加到64.3 我说这增加的张数 大概是15万张左右 外资从22万张 跟你分享的那一天 22万张到现在27万张 8月13号买15000张 8月14号买19000张 8月15号买28000张 我预估昨天还是大买 昨天还是大买 然后你看股价 创下本波段新高 这边跟你讲的 创下本波段新高 所以观众 其实讲真的 我们是为了你好 中小行股在不好的时候 我们公开送给你的 你说老师全职股 谁会去买 拿来做生意 不要拿来做生意 我干嘛现在做生意啊 不是为了做生意 是为了帮助你 我说如果你还信我们 有缘的你还信我们 你去买 到昨天创新高 全部大赚啊 好啦不要说大赚 全部有赚 好不好 所以观众你看 但是我们不会只讲涨的股票 我只是要告诉你说 我们从基本面的选股 不管行情怎么震荡 不管行情怎么样 就算短线上 有一些压力存在 只要基本面没有改变 基本面是持续往赚钱的方向去发展 我觉得就算短线上跌下来 应该都还有 未来都会还大家的公道 为什么 因为营收跟获利在成长 不然我们选伪创 就不会赚钱嘛 对不对 所以重点在这边 当然我不会只讲涨的啦 其实最近我们操作的部分 包括你看 最近中小型股不好 但是同样我们 长时间追踪的股票里面 我们有两个动作是不太一样的 我们长时间追踪哪两档股票 各位朋友我们长时间追踪哪两档股票 一档是3089展成 这个从去年就追踪到现在 包括4703的洋华 我们也追踪很久 那你说什么动作不一样 各位朋友你看 这一路以来其实讲真的 展成昨天跌停 展成昨天跌停 收多少 62.4 各位朋友 我们75以上获利全出 当时75以上获利全出 为什么要获利全出 等一下我会讲 但是这中间一路过程以来 观众朋友 展成不是没有跌过 这中间从我们讲 从我们讲展成以来 这中间有很多风风雨雨 有很多风风雨雨 从这一边 43块1 跌到32块 43块1跌到32块 当43块1 10月初跌到32块 12月中的时候 我们做什么 我们12月中 我们做什么讯息 展成此处打底 公司前次blah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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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团队成本blah blah blah 互盘力道blah blah blah 打底之后 补件什么补件 可转载 会出现什么 暴富性上涨 这是直接所有会员 手中都拿到的 当然啦 当时你看在这一段 太前面这一段 当时从43块1 跌到32块的时候 跟现在一样 很多人都在讲说 展成怎么办 很多人看电视 跑去买的 开始complain 老师你是不是骗人 跌到32块 每个人都觉得展成挂了 各位朋友你看 后来发生什么事情 12月12号 会出现什么 暴富性上涨 从12月12号这边开始 有没有涨一倍 中间也有修正 这边是补件没过 中间也有修正 从65块跌到50块 那么会员这边加码之后怎么样 再赚新高 为什么可以 为什么可以这样做 因为我们对公司够了解 因为我们对公司够了解 那你看7月11号 7月11号 展成定价75以上 获利出场 当时在哪里 7月11号 7-11 当时展成在这边 75块以上 全部成交 到这边工程升退 为什么要在那一个时间点卖 为什么 因为上半年结束了 因为我们体认到 它的季报可能会不好 我们了解到它季报可能真的很不好 获利出场 然后你看昨天跌停 所以简单讲 这一段完全赚到 这一段避开 可是观众朋友 我必须坦白告诉你 当展成在这一边的时候 那个压力跟现在遇到的是完全一模一样 我在讲什么 我在讲杨华 我不否认我们阳华还有 我不否认我们阳华还有 这一段时间 我们之前的获利也被吐了一些回去 这个我是不否认 但是观众朋友 跟展成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 展成的季报 远深的季报是不好的 阳华第二季还赚0.98 上半年超过2块钱2块3 那观众朋友 一个有卖 一个我们手中还有 阳华我们手中还有 差别就在这一边 就是因为季报好 跟季报不好 那当然你会说老师 那阳华昨天跌停 其实这一档股票 我必须坦白说 他这一次的季报 一般我们在估 我们自己在帮他算季报 我们在估的时候 因为他的营收创历史新高 他第二季的营收创新高 第二季的营收创新高 那问题是 他的获利没有跟上来 我必须坦白讲 这一段时间他的获利 包括季报公布的获利 标准的订单都没有错 但是怎么样 筹码面有一点问题 结果你看哦 有没有看到 这是自营商库存 自营商沿路在卖 而且是沿路狂砍 自营商沿路狂砍 所以观众朋友 既然筹码面出现问题 讲真的啦 我讲一个坦白一点 就是说 关于洋华未来的这一些利多 这一些未来的利多 这个也不是我们在那边跟你 瞎掰胡扯 但是短线上的确他的技术 他的筹码面是自营商一直在卖 出现问题 你看这一边哦 这边持股很低 对不对 为什么突然大买 因为发权证 到这一边为什么狂买 因为权证被嘎到 手中不得不有洋华的持股 然后后来就一路在卖 所以我说他筹码面出现问题 但是重点是 自营商的卖超 我问你一件事情 自营商去卖洋华 会不会影响他未来接单 观众朋友这个 都是公告的 金额18亿台币 我也没有跟你话舌天竹 也没有跟你过度渲染 我就讲这个就是18亿新台币 我有没有给你多一点或少一点 也没有 这个是在公开资讯观测站上面 公告的 是公司已经公告了 那观众朋友问你哦 我也没有跟你讲说 蜂窝室双模无线网路收发机组 白天也挣跌 全世界只有他一个人做得到 我也没有这样讲啊 但是为什么 你看哦 为什么我认为说 其实现在的超跌 是提供未来的一个买点 为什么说现在超跌 是提供未来买点 因为已经跌回平台整理区 这一段时间是没有泰国订单的 这一段时间是没有泰国订单的 但是观众朋友重点在这一边 一档股票跌到这样子 一档股票短线跌得这么深 如果不是基本面出了问题 那我觉得股价未来一定会反映它基本面 我觉得股价未来一定会反映它基本面 当然一档股票跌到这一边 也有很多传言 我想大家如果有赖 有做股票 有赖的大概都有接到一些传言 那至于这一些传言到底怎么样 因为我不是公司 我也不是发言人 我也没有资格 也没有必要在电视上 我公开的讲什么 但这些传言 这一些鬼故事 到底真的还假的 那再来 后面的营收 后面订单的状况 到底是怎么样 这一边跌到这一边 有没有加码的空间 什么时候该出手 今天如果你是会员看电视的 请你把昨天的传真稿 仔细看清楚 这里面我写了三点 第一点就是关于这个谣言 第二点是关于它的这一个 第二季季报为什么不如预期 为什么原因在哪里 那这不如预期对未来是好还是不好 这个我写得很清楚 再来第三点的部分 什么时候是加码的机会 我都写在传真稿里面写的一清二楚 请会员自行去索取传真稿 自己拿来看 那我们会有加码动作 如果你不是会员怎么办 我说这些东西我真的不能够在电视上 因为我不是发言人 我不是公司 我没有那个资格 也语法无据 我不能讲这些东西 公司也还没对外宣布 我们从有讲洋华到现在 我们讲的全部都是已经公告的 拿来帮你做分析 所以关于没有 那你说那现在怎么办 手中有洋华到底该怎么办 买在一百块以上 到底有没有解套的机会 到底能不能够反败为胜 后面订单的状况到底是怎么样 第三季会不会获利有爆发性的成长 这一些我们都会在传真稿 包括讯息里面讲得非常清楚 所以你现在手中有洋华的 如果你还不是会员 你不晓得该怎么操作的 这一些我们都在传真稿 讯息里面都已经解得非常清楚了 所以我想有些东西电视上也不能讲 那我们也很想告诉大家 很想帮忙你 但是因为有一些关系我们真的不能讲 但是如果说你手中真的套很多洋华 你真的想要救自己反败为胜的 观众朋友你不要忘记了 毕竟洋华我们是从14块 14块15块 好啦15块2 我们追踪到129 所以观众朋友 你手中有洋华不晓得该怎么处理的 我们都欢迎你跟上我们脚步 时间关系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好 出色见面 我是雪佛 请个儿子讲 这是我的喵 我最喜欢的书是 爱丽丝梦游先进 那下次一起喝咖啡 还是去散散步 未来的你在哪 我在这儿 谁说我的现在 你来不及参与 制造恋爱奇迹 Xperia C3 搭配台湾大哥大4G专案 Sony4G新晶 领元器 再送行动电源 超越大蓝 领先市场 挑战自我 掌握行情 市场的长盛军 亚洲投库 拥有一流的分析石阵容 坚强的研究团队 准确的多工操作 稳健的获利绩效 提供您全方位的投资组合 亚洲投库 带您迈向不同高度 开启非凡人生 您财富的管理专家 亚洲投库 亚洲投库 珍惜所多 真情照顾 自己电话 02578-3777 2578-3777 你吃得到没了 正光金丝高 有效 你吃得到没了 正光金丝高 有效 欢迎回到现场 其实我觉得这段时间当然 盘面震荡很大 中小型股蒙受很大的压力 这些我都知道 当然我们不像其他人 就是说股票跌了 我们就不讲 不会 所以重点在这一边 观众朋友 你去想一件事情 我想不用再看了 当时的展成 远深 从43.1 跌到32.85 这一段 我们是怎么样反败为胜 我们凭什么反败为胜 我们凭什么出在75块 我们凭什么大获全胜 就是我们对公司了解 那当然啦 现在的洋华 你也觉得压力很大 但是问题是 我们后面会不会反败为胜 后面会不会反败为胜 你还是要看业绩 如果今天基本面没有改变 100块你都敢买了 这一边可不可以加 所以我想重点是在 那个基本面 那我想过去有洋华以来 我们在讲洋华以来 每一次基本面我们的分析 有哪一次是错的 每次都对 所以我想接下来的部分 如果你手中有洋华 那你真的还是坚持自行操作 我讲一句坦白一点的啦 你光是遇到人家放那个谣言 你就不晓得该怎么做 那你如果还是坚持自行操作 我们真的也是祝福你啦 但是重点是怎么样 这一些包括传言 包括为什么第二季季报不如预期 包括接下来的订单的状况是怎么样 我们全部详详细细的写在传证稿里面 是会员的你拿去看 这一边什么时候会有加码动作 eco訊操作 那如果说你还是坚持自己讲 因为有些东西我说过 我之所以会写在传证稿里面 是我可以写传证稿 但是我不能够电视上讲 但是如果你没有这些讯息 你会觉得说对你未来看洋华 你会觉得很难处理的 那我也只能跟你讲说 尽量跟上我们脚步 尽可能跟上我们脚步 那重点是怎么样 你想不想处理 那如果你想要处理的话 讲真的我觉得我们有那个责任要帮你 我们有那个责任要帮你 尤其是电视机前面的观众 我们真的很希望你赚钱 不然我们不会在8月11号 公开尾创给你去赚 所以观众朋友 如果说洋华 你有任何操作上面的问题 你不晓得该怎么办的 都欢迎你跟我们联络 时间关系 明天同学生我们再会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谨慎评估并制服投资风险 我是物流专家 让全球热爱MIT产品 我是Dr.Beauty 让世界都变美 我是Happy达人 让香蕉皮变成抗忧郁保健食品 自由经济适合区才是台湾的潮 既在地又有竞争力 一起潮吧 超越大凡 领先市场挑战自我 掌握行情 市场的长盛军 亚洲投赋 拥有一流的分析师阵容 坚强的研究团队 准确的多空操作 稳健的获利绩效 提供您全方位的投资组合 亚洲投赋 带您迈向不同高度 开启非凡人声 您财富的管理专家亚洲投顾 亚洲投顾 珍惜所多 真情照顾 这些电话 02578-3777 2578-3777 肺炎练球菌 平常可能会潜伏在 人类的皮箱当中 当我们感冒 或者是迷迷低下的时候 就有可能会引发 清晰性的肺炎练球菌感染症 你知道吗 在台湾每12个小时 就有一个人感染 接种肺炎练球菌疫苗 就是最有效的预防方法 中文字幕 李宗盛